哈喽大家好,我是俊,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的直测测评视频会给大家上脸实测 药妆品牌的底妆产品 品牌包括有Morphe, Rommel和Elf 首先介绍一下我的肤质 除了夏天鼻子会出一些油之外 基本上我就是一个干皮 特别是到秋冬我的皮肤会非常非常的干 在我鼻翼,脸颊这边和下巴这一圈 就会出现非常非常多的脊皮脱皮 因为我常年长痘,我也有很多痘痘痘印痘疤需要遮 我还是个敏感皮,所以我有很多的红血丝和毛孔粗大的问题 那如果你有跟我类似的皮肤状况的话 希望我的底妆上脸实测测评视频能给大家一些参考作用 那废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就赶紧开始吧 首先是Morphe家的这一款Hydrating Tinted Moisturizer 是一款滋润型的有色润肤霜 它有SPF30 在我印象当中,Morphe我有测评过它很多的底妆产品 对我来说都是遮瑕力比较强 但是上我的脸会比较斑驳的一个质地 所以我看到它出了这一款滋润型的有色润唇膏 觉得可能它的遮瑕力是能够达到我的要求的 但是贴上我的脸会更加的服贴 所以我才买了这一款 它这个包装是我比较喜欢的牙膏泵管的设计 干净卫生轻便 我选的色号是Light Glow 2 这个色号我觉得是适合大多数亚洲女生的 因为它的显色度真的不高 给大家左右对比一下 我有上妆和没有上妆的两边的脸 对于我这种种瑕疵皮来说是没有什么遮瑕度的 红血丝痘痘痘痘印痘疤都非常的明显 而且它虽然说自己是一个hydrating的产品 但是上我这个干皮脸颊上面还是很快就出现了卡纹干皮和起血 所以这一款是绝对要给大家做拔草的 接下来是ELF家的这一款 Flawless Finish Foundation 这一款其实我很多年前就已经空瓶过一贯了 当时我就非常非常喜欢这一款 隔了两年之后 我发现它还是有在药妆店里面卖 所以我又去补买了一下 非常值得这个价位 因为ELF几乎就是药妆店里最便宜最平价的一个品牌了 即便如此它也一样做到了玻璃瓶泵管的设计 真的非常有诚意 我选的色号是Alabaster 比我本来黄雕二白白了半个色调 就是非常浅细色的一个色号 而且它的遮瑕力是中等偏上 可以达到我平时出门的一个遮瑕效果 在完全没有上妆前隔离的情况下 不会有很多的卡纹和布服贴 所以这一款是我推荐给大家一定要试一试的 下来是Vimeo家的 Lasting Finish 25 Hours 是Hydrating Boost Full Coverage Foundation 标榜的就是它可以持妆25个小时 一点点保湿力的 有SPF20 然后全遮瑕的一款产品 正好我手上有它旧版的 所以我两款一起给大家做一下review 它旧版的是灰盖子的 新版是红盖子的 旧版的话它说的是Median Coverage 当时我用的时候是觉得它的遮瑕力不高 对于我这个中下瓷皮来说 而且它也不持久 大概几个小时之后就开始脱妆了 它旧版是有我不喜欢的这种棒状的取粉底液的一个包装 但是它新版的就改良成了一个挤压棒状的 包装升级上我要给它点一个赞 旧版的话我选的是100 Ivory 因为这一款已经是旧版过期了 所以它有一些氧化 新版我选的是50 Fear Proceline 用新款的给大家做上脸实测 上脸之后的确这个色号是比我本身白了半个色号 很hold住 而且会显气色的一个色号 它有一点点让我想起了它的旧版的 因为我很多强调full coverage或者持妆的粉底液 它们都对干皮或者是混干不是很友好 但是这一款就是挺友好的 妆不会特别的卡文 遮瑕度要比老款了好很多 的确也是称不上是full coverage 不是属于全遮瑕的一个效果 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中等遮瑕度的一个粉底液 出门逛街买个东西的话 后续叠加一点遮瑕产品 我也是能够接受 我比较喜欢它的妆效 上完之后没有任何的粉感 就像没有涂过粉底液 只像是上了一个tinted moisturize的一个效果 如果你喜欢裸妆 不喜欢有粉感的粉底液的话 那这一款可以尝试一下 光泽的一个妆效 不是那种奶油肌非常油亮的那种感觉 就是一个健康的光泽度 我用ELF家的HD Lifting Concealer这一款遮瑕 来做一下后续的痘痘的遮瑕 这款遮瑕也是ELF家非常便宜的一款遮瑕 大概才三四美金 我手上有两个颜色 一个是free 一个是light light当时我买的时候 它就已经是比我黄雕二白要深很多的了 fear的话 因为现在买了有一段时间了 所以它有一点点氧化 比自己皮肤颜色深一点的遮瑕 效果更好一些 所以现在我会用它来做一下局部的遮瑕 这就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妆容的一个效果 给大家测评一下 Rommel同一个系列新出的这一款遮瑕 它是牙膏海莲头的 如果你了解我的话你会知道我很讨厌这种海绵头的包装 我选的是100fear最白的一个系列 但是因为Rommel跟ELF一样底妆产品其实都是偏深的 你买它最白的颜色就对了 下度和它的粉底液类似 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中等这个侠 但是它绝对绝对不是干皮油好 上脸之后马上结块 马上起皮 干皮一定要跳过这个 以上就是这支视频给大家上脸实测的五款底妆产品了 如果你喜欢这支视频 觉得像这样子的上脸实测测评视频 是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帮我点赞 投币 转发给我一些鼓励 如果你想看到更多我的彩妆测评视频的话 就请点击关注我 这样的话有新视频上传 你就能及时收到提醒了 希望大家天天都开心 我们下期视频见了 拜拜